民進黨今天已經把媒體控制得非常嚴 你現在真的要做到獨裁的這樣一個狀態嗎 如果媒體今天講的話有傷害到國家 傷害到政府 傷害到個人 你出來告啊 謝唐領不是講說這個媒體批評他不對 那個媒體 那個民主委講的不對嗎 你告啊 你到法案去經過法律程序 而不如你行政院設一個什麼叫做新聞澄清專區 來處理這個事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去和這個管制媒體 壓迫媒體是一種反民主的一個做法 譬如說我們講的假新聞 剛剛主持人舉了乾淨的煤的問題 這是行政院長講的話 乾淨的煤 在全世界成為一個笑話 全世界沒有乾淨的煤這個名詞 只要是用煤炭去發電 用煤炭當燃料 就一定是污染很嚴重 只要污染多一點 少一點而已 而沒有所謂的毫無污染的煤 講這話是違反科學 違反基本常識 就這樣子啊 那人家講啊 你沒有嘗試看電視啊 那我請問你賴清廉是沒有看電視還怎麼樣呢 怎麼還會有乾淨的煤這個問題呢 如果這樣子的話 請問你 他要不要到新聞澄清專區先去查詢一下 再來報 再來講這個話 那講這個話要不要法兩百萬 按照現在的規定 可以法兩百萬啊 這不是造謠嗎 這不是欺騙嗎 行政院長出來講的話 尤其嚴重啊 你會影響到整個產業政策耶 你會影響到國民的健康耶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還是 讓這個民主政治的多元的文化 這樣一個特色 去有自然有互相制衡的力量會存在 最後如果不行 可以透過司法的程序來處理 而不是你行政院自己 政府自己要出來 要設一個專區 你要通過新聞檢查 才能夠去發布這個消息 這是完全是不對的